嗨大家好,这里是带大家探索宇宙的科幻战舰 从今天开始,星星将为大家带来科幻剧集 电子梦菲利普·狄克的世界 这部剧集是根据菲利普·狄克的十部短篇小说改编而来 每一集都是一个口人心弦的小故事,绝对不会让你失望 下面就跟着星星一起进入菲利普·狄克的世界吧 第一集的故事名叫《面罩制作者》 故事发生在一个架空的时代 由于在上一次清淡实验中发生了核泄漏事故 人类中产生了一批变种人后代 变种人有着很明确的身份标识 他们的脸上都有着或大或小的台积 但真正让变种人显得特殊的 其实是他们所拥有的独取太人思维的能力 变种人也因此被人们称为独心者 这是这种肥所思的能力 使得变种人与普通人处于高度紧张的对抗关系之中 这天街上再次发生了反对独心者的游戏示威活动 为了发掘示威人群的潜在犯罪倾向 警方特地请来了拥有独心术的女主角奥诺尔 去监视游行示威的人群 不料就在奥诺尔独心的时候 被独心的绿帽阁却发掘了奥诺尔的存在 示威人群因此而爆发了骚乱 这时一个面罩男混入人群之中 并朝着奥诺尔扔出了火瓶 警察罗斯及时扑到奥诺尔 接着又抓到了面罩男 罗斯将面罩男带回了警局 没多久这样子便找了过来 说为罗斯找了一位新搭档 原来政府最近通过了一项独心者法案 这个法案将允许独心者 辅助警察读取民众的思想 距离为罗斯找来的搭档正是奥诺尔 但是很显然 警员们对这些拥有特殊能力的独心者 同样心快戒备 罗斯看着门口的奥诺尔 说了一句很奇怪的台词 那就是我们的小白鼠了 这里其实已经为后面的剧情埋下了伏笔 罗斯来到审讯室 让面罩男招出反独心组织的其他成员 面罩男自然是不会招的 然而这并没有什么乱用 因为警局已经拥有了独心者这张王牌 很快奥诺尔便读出了面罩男 对于母亲的布伦念想 面罩男开始不停地念叨同一个句子 希望以此来抵抗独心术 然而奥诺尔却用同样的方式 再次控制了面罩男的心灵 这一次奥诺尔成功找到了面罩男的同伙 在奥诺尔的带领下 警方很快便找到了反独心组织的老巢 奥诺尔感应到楼下私有异常 他来到楼下 发现那里还有一个带着面罩的组织成员 最为奇怪的是 奥诺尔发现自己无法读取面罩男的思想 晚上奥诺尔回到了独心者社区 由于其特殊的独心能力 独心者彼此之间就像一张连接的网络一样 可以产生心灵感应 奥诺尔从好友黑美那里感受到深深的痛苦 这一切其实和黑美从事的职业有关 在城市的隐秘处 围绕着独心术诞生了一门新的生意 那便是提供精神服务的精神积怨 客人会在脑中肆意地想象一些施虐的画面 而独心者则被要求去读取这些画面 并将其复述出来 这种心灵和语言上的双重折磨 让机缘里的独心者苦不堪言 第二天早上 罗斯来到独心者社区接奥诺尔回警局 不过这也引发了其他独心者的敌意 他们并不喜欢和警方搭上关系 警局那边面罩花言也有了结果 面罩里头被加入了一种离子液体金属 能够阻隔独心者读取电子信号 最为重要的是 面罩的主要原材料是一种金锅辣的压麻布 奥诺尔在脑中快速搜寻过后 很快便锁定了城中几个纺织品市场 罗斯和奥诺尔来到市场查找线索 奥诺尔却在此时感应到好友黑美的求救信息 两人马不停蹄地赶到精神剧院 发现原来是一个喝醉的面罩人劫持了黑美 罗斯上前逮捕了面罩人 发现对方居然是联邦资源部部长 部长知道罗斯正在调查面罩的事 于是便利用手头上和亚麻布相关的科研项目信息 交换了自己的自由 重获自由的部长贼心不死 再次找到黑美想要折磨他 不料黑美却伙同其他独行者 一刀一刀领持了部长的心灵 独行者的这一行为加剧了普通人的不满 独行者社区因此被民众群起而攻之 奥诺尔无处可去 罗斯只好将他带去旅馆落脚 经过这些日子的相处 两人的情感迅速升温 一个不小心就这么滚了床单 醒来后奥诺尔找到了新的线索 进口落的药帽布不仅能用来做衣服 还能用来装订书籍 所以面罩也可能是从书库那边流出来的 罗斯决定独自前往书库调查 然而罗斯前脚刚走 奥诺尔就在后面偷偷跟了上去 罗斯来到联邦书库 果然在那里发现了制造面罩的卡特尔博士 卡特尔博士坚持认为 人人都该享有思想自由 所以他才制造了这些面具 更让人吃惊的是 卡特尔博士声称 罗斯是政府用来对付独行者的新武器 按出的奥诺尔恰好听到了这番言论 他站出来质问罗斯 博士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博士让奥诺尔尝试读取罗斯的思维 奥诺尔正在发现 他无法动静罗斯的心灵 此时奥诺尔的独行者同伴也赶了过来 博士让罗斯从消防通道逃走 自己跑去引开独行者 不料奥诺尔却抢先关闭了消防通道的大门 独行者狠狠折磨了卡特尔博士 接着又烧毁了房间里的所有面罩 很快火势便蔓延到罗斯这边 罗斯请求奥诺尔放他出去 奥诺尔却因为被骗而不愿开门 他要求罗斯敞开自己的心灵 奥诺尔穿过罗斯的心灵屏障 来到罗斯心灵深处 最后却发现罗斯在与上司的谈话中 只是拿他当怪物看待 这时我们也终于明白了 先前罗斯说的小白鼠是什么意思 罗斯满怀愧疚地向奥诺尔祈求原谅 他确实在不知不觉中爱上了奥诺尔 然而奥诺尔却不知道该不该相信罗斯 镜头扫过墙壁上的油画 影片也就此结束 由菲利普迪克在1953年创作 当时正知麦卡锡主义在美国盛行之时 许多左翼倾向的文艺工作者 都遭到FBI调查审讯 影片中民众对于独心者的恐惧 反映的就是麦卡锡主义下 人人自危的状态 此外影片还对原著进行了相当程度的改编 原著的结尾是变异的独心者 由于遭受和污染而无法生育 但是影片中却给出了一个更意味深长的结尾 这幅充满了象征意味的油画 实际上反映的正是人和人之间的状态 我们彼此之间可能亲密无间 但是中间却隔着一层思维的面罩 这层面罩的存在 让我们难以达到真正的了解和信任 所以独心术的存在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 好啦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 我是爱你们的星星 要是你点赞关注评论的话 我就带您领略菲利府迪克的梦幻世界哦